其实对于是不是大家要广泛的接种疫苗 一直是有争论 也包括流感 流感你知道每年都会在各地流行 但是关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量 一直是非常低的 在我们内地这边 就是流感的接种 整体的一个比率5%还不到一点 大家并不因为每年有流感流行 我们就会都去接种疫苗 虽然我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医务工作者都在劝大家接种疫苗 但对于这种地方性的一个流行 我们其实大家都不太担心 唯一的担心的是什么 对于脆弱的这个群体 我知年龄非常高 有基础疾病 这个群体一旦感染 它的病患率就比较高 所以我建议他们都应该加强进行boost 但是对于年纪轻的人 因为我们几乎现在很多人 都感染过 我们称之为 都是有混合感染的一个免疫力 这个混合感染的免疫力 是比较强 虽然过来一段时间 它会衰退 但是仍然会保留一些免疫记忆 现在对于疫苗 定期的接种 对于流感是非常的确定 每年最好都接种 我认为老年人要去接种 进行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